總統拜登在簽署行政命令 立抗氣候變遷 內容是包含了要暫停在聯邦政府土地的 石油開採 還有增加離岸風電 發電等項目 而國務卿布林肯則說明 在氣候議題層面 不排除和北京合作 因為這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 新任美國總統拜登 二十七號再簽署行政命令 對抗氣候變遷 包括暫停聯邦政府土地上 新的石油和天然氣開採 削減化石燃料補貼 並設下二零三零年增加離岸 風電發電量達到兩倍的目標 拜登強調氣候變遷 攸關人類存亡 投資乾淨能源 既能解決問題 也能帶動經濟復甦 美國新任國務卿布林肯也在二十七號正式宣示就職 他表示美中關係既競爭又合作 部分議題像是氣候變遷等 不排除會與北京合作 不過新任美國氣候變遷特使凱瑞同一天也強調 與美中關係有關的敏感議題 不可能拿氣候變遷作為利益交換 儘管拜登正式就任 美國國土安全部警告 由於川普支持者對他的敗選結果很不滿 加上日前受攻占國會事件啟發 日後美國本土發生 極端暴力攻擊事件的威脅將會提高 公視新聞林聖茹編譯